大家好,我是阿宇 今天我们用大米来做好吃的 我们先准备250克的大米 用清水浸泡一夜 泡好的大米轻轻一捏就能碎掉 然后清洗干净,空水 倒进料理机里面 往里面浇清水100克 用点动键打3分钟左右 打好的米浆倒进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白糖40克 面粉一小勺,大概10克左右 两克的食盐 然后搅拌混合均匀 待没有面粉颗粒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酵母3.5克 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好的面糊 表面会有非常多的小气泡 然后用铲子搅拌一下拍拍器 准备一些小的模具 刷上一层薄油 底下放上一点果干 再将面糊倒进去 8分满就可以了 震几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表面再撒上一点果干 静止五分钟 然后剪到蒸笼上面 水开之后再上笼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再焖两分钟 然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放凉之后再来脱模 用牙签在旁边插上一整圈 然后挤压 按一下 这种光的没有花纹的 就比较好脱模了 扭一下就出来了 这样做好的大米糕 Q弹香甜 非常的有嚼劲 冷了之后 冰冰凉凉的 超级的好吃 不管是大的模具 还是小的模具 关键就是稍微薄一点 蒸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做法非常的简单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先点个赞 关注一下